如果你能够做到主动又不跪舔 那你追到漂亮女生 就是亲人一起的事了 比如你去主动打招呼 不会舔 但是你天天早安晚安 那就是舔 他帮你忙 你主动请他喝个奶茶 不会舔 但是你天天去给他点外卖 那就是舔 那么怎么把握这个度呢 掌握好心理原理你就可以了 男生的吸引力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自身的价值 一个是你的责得性 或者说需求感 自身价值呢包含了 身材外貌金钱地位情商幽默感等等 那可得性是女生能不能轻易得到你 海王可得性很高 普通男生可得性呢就低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很高 才能够信到女生 但其实不是 通常把吸引分为三种 低价值可得性高 就是长寿的舔狗 高价值且高可得性就是海王 低价值且可得性低 就是女生眼中最普通的老实人 现在你应该知道自己处于哪一类了吧 女生挑男人的时候呢 会优先选择价值相差不大 但是可能性相似的 所以只有提高你自身的价值 才是拓战的唯一出路 那么怎么去提高呢 很多生亚觉得要先赚钱 有了钱呢就有了价值 或者说呢去变帅 健身换风格 靠颜值提高价值 这些都是对的 但都不是你短时间之内能够改变的 一段时间过去了 你的钱还没赚够 喜欢的女生啊 都是成了别人的老婆 一个字 绝 所以不要去在这两条路上死磕 我们还有一条路 就是提高你的情绪价值 那如果女生跟你交流起来 又轻松又开心 你还很懂女生的心 它一样呢会被你吸引 这点是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提升的 钱 颜值 情绪 只要有一点突出脱单都比较容易 那前两点呢你可以慢慢的去努力 先学着把情绪价值提高 如果不会呢就记住两点 第一点主动 但不要道德网架 很多时候呢 开始一段感情都需要男生主动 比如你去主动认识女生 主动去找女生聊天 主动去约女生 但是主动只是你需要表达出来的一个态度 当女生对你的主动并不热情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先撤退 看看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对 找一下原因 千万不要变本加厉的去追女生 女生不会因为你追的次数多 就对你改观的 如今天天气有点冷 给女生发消息 让女生夹衣服 今天天气热了 给女生买一个冰淇淋 马上放假回家了 给女生带点家乡特产 那你是主动了 努力了 把自己给感动了 但是女生可能甚至会觉得 这个是一种打扰 因为这些呢只是你认为的好 不是他真正需要的 那这个就是贵天 如果你想着自己多做一点作为回报 让女生去接受你 那这个就是道德绑架 就像是你的长辈经常跟你说 我们都是为你好 然后要求你按他们的想法去做 你都觉得烦 女生怎么可能会喜欢吗 第二点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在你跟女生逐步认识的过程当中呢 女生会不断的去测试你 看你是不是一个优秀的男人 而这个时候呢 你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如果女生提出的要求 裁线了直接拒绝 不要让步 这里有三个点 第一个 你可以对他好 但是也可以随时收获你的好 不是让女生站在高位上去选你 而是你主动去展示自己 吸引他来了解你 第二个 控制你自己的叙旧感 你要有自己的生活 没有必要一直去围绕着他转 你要给女生表达出一个态度 就是有他 你的生活或许锦上添花 但是没有他 你一样能过得精彩 你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但同时 我们要学会去适当的麻烦女生 引导他为你付出 比如你可以说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我想给我妈妈买个礼物 你说买什么好呢 这个就是引导女生去做时间投资 如果一直都是你在付出 女生只习惯了享受 那么他有了更好的选择 就很容易丢弃掉你 第三个 如果女生拒绝你 不要一直去问为什么 他不愿意就算了 如果他接受你的主动 你再去投入更多 不要因为某一个女生的拒绝 而去否定你自己 他不看好你 不代表所有女生都这么想 所以没有必要去舔他 女生可以拒绝你 否定你 但作为男人 你一定不能否定你自己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牺牲 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相亲 晚会方面的情况 你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好了 帮助你 如果进天下方 请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记得最新联系方式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